好 開始 各位同心 大家晚安 大家好 好 打破壞標示整身好的款 我沒什麼相信 現在才吃飽而已 整身的 大家那樣好 不過 非常歡迎 大家來參加我們民進務 還推台灣 推奔土台灣人 要打拚 因為大家的共議 你們在這個時候來 可能你們也知道 我們4000個 婚姻還不夠 所以你們這時候來 不用擺烈 將來 可以享受 比如你們說的 革命先行者 會以舞台 所以 跟大家 共議 歡迎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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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重要的 不是只要準備好 要準備什麼 那個更重要 準備法律 我們是用法律去顧美國 用法律要向美國託政權回來 將來如果政權接到 我們也是用法律 來管理我們的臺灣 所以法律很重要 剛才我說的 這個剛才是 吃到飽來討這個 所以有人會競爭 就是你的肚子 因為他們要消化 所以如果大家選的時候 當然我沒辦法幫你抖 眼睛開起來 別出聲就好 不過 你如果要這樣做 時間要考慮 因為我有兩分鐘的時間 所以肯定可能最後 會留點時間 跟大家做一個檢驗 你如果眼睛開起來 沒出聲 肯定可能打不出來 所以大家就要考慮看看 所以我們現在來開始 我們現在來開始 來開始 今天要給各位更好心的問題 當然法律的問題是 譬如說 很枯燒無味 但是你們如果有那麼多 頭到尾會會黏起來 另外的應用 靈活應用 這樣法律的問題 是會引起我們的出名 我再向各位報告 我們現在網站上頭的我們的觀光 上頭有一篇 聽說 是CIA做的 折承的 然後拿一圈 一圈 一個中國政策 今天 你們如果家在道場 學識 這個法例 你們回去就會發現 你們如果看這篇 影片 你們的百分之百了解 什麼才會讓美國的 一個中國政策 你如果了解之後 拿你所了解的這些資料、地績 你聽到解讀以前臺灣先輩的國際學家、國際博士 他們那已經農法 裡面最重要的部分 他們根本都不知道 所以這個曲 如果上了 你們在這裡有很多的問題 好 來 大家先問看看 各位來這裡是否最重要 目的這個 有人會說 我要來做館 沒有錯 四千個裡面 都有分 譬如你有答應 但是 主要的目的應該不是這個 那是主要的 主要的目的應該是 就是要來了解 我們台灣的國際地位 到底是什麼 因為 除了我們民進府以外 台灣所有 不管什麼派別、基金會、台北 你都沒辦法人了解 沒辦法人去歐 什麼是台灣的國際地位 既然 我們是要來了解這個 國會因為經濟 國際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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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能夠算是已經最一半 所以有些 發理的問題應該 有接觸到 有了解到 所以我現在要請問各位 民主黨經常在拿去 國際法 萬國共法 和建政法 你們要來了解 台灣的國際法理念 你們知道 什麼要做國際法 什麼要做建政法 這最基本的 有人知道嗎 看辦事就要我講的那樣 所以 什麼要做國際法 事情比較簡單 什麼要做法律 各位應該知道嘛 法律 法律 一段時間也聽人家這樣講 什麼要做法律 先來了解 怎麼說 合情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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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跟不一樣 不一定 有些法律不一定合理 不一定合情 比較簡單的說法 法律 你對 壞的方面去想 是怎麼 我們就要定法律 法律是要什麼 要縮白我們的自由 對吧 如果沒有法律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很自由 要做什麼就可以 要講什麼都可以 對吧 法律 是在縮白我們的自由 當然 比較文言的說法 法律是在規範 我們人跟人中間的關係 因為 一個世界 現在 如果人越來越多 中間的關係 是不是越來越複雜 事情越來越多 所以就要想辦法 我法律 來規範 接下 社會的特殊 會亂 我們現在知道 法律是在規範 人跟人中間的那個關係 這樣應該我們可以了解 什麼是這個國際法 對 就是規範 國家跟國家中間的那個關係 簡單說起來就是這樣 所以 國際法是這樣 但是 國際法跟國內法 不一樣的所在是 一個國家的 他內部的法律 他是有一個立法機關 在創造法律 但是國際法 在國際世界上 沒有一個專門的立法機關 在創造國際法 所以國際法要從哪裡來 沒有人創造 要怎麼有國際法 對吧 所以 突然 在一個 好的 海鴨 有した 消費 發生 審 我們 有什麼 大家或是 不少 所有 民族什麼? 那就是國際法 他們可以民族的問題就是國際法 那是什麼問題? 國際法的法院 打一張 最基本的 國際教育 第二 國際的關係 國際上已經習慣的 勒索 處理事情的方法 再來 第三的就是 我說一般法律原則 一般的法律原則 我們普通死老百姓 不是特法律的人 當然不可以了解 不過說起來很簡單 下面我說一般法律原則 就是說 教育必須要準修 教育必須要準修 那個 普通法 特別法 比普通法優先 後法 比前法優先 那是時間上 那是時間上 效法比政法 較優先 再來 最好就是 所謂的一般法律邏輯 現在說到 現在說到 現在這邊的同心就要 不好意思 你們就要看那裡 我可以走到那裡 走到那裡 走到那裡 他走到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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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會騎到那裡 他會 錄影子 更方便 其他的 邏輯 那個比較常常我們也會說到 有那個時代的時候 我就再給各位說明 再來 國際的勞力 國際上 醫院做的勞力 那個法官也 可以英勇的醫後 國際事務的處理 醫生這些四項 如果沒有一項 會用的 利用的時候 那個時候 可以用 國際法 學家 他們的 意見 和主流 來做辦公室 不過這種勞 應該是很少 尤其 世界已經 進步到 今天這種地步 真正有那個事物 不能利用 以前所說的那些 四項東西 大家解決 OK 這樣 這就是國際法 大家有了解了嗎 OK 人不記得喔 什麼叫做 建政法 建政法 可能你也知道出來 不是教人要怎麼建政 因為我們 analys 如何 因為我們不是要去參加政政 所以我們 去參加政政 所以沒有向非進步 進步 是怎麼說呢 因為 建政法是在 票面 還是在抗議 建政的損害 一般 說起來 簡單說明 建政法 包括什麼 可能各位在出席 他們也不聽話的說 他所報告的 海牙公約 日內瓦公約 紅石 關於戰爭的部分 再來 美国 劍頂的手指 劍頂的手指 最好 美国最高的歡迎 碰你 說 我們目前 跟他聊得這樣 各位哪 還有 好 請 都沒有 有 perks 你 回到 會 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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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政法,我們的工夫有了,現在可以進入必須的論述 必須的論述,它在說,重點在哪裡,就是要改答台灣國際地位 應該要根據兩項國際法律,鐵則 大家還會記得嗎?兩項 不斷跟他必須,其他的工夫因為三個社會跟國際提供 都有兩項 占領不得遺傳主權 對,流亡政府不得糾地合法 這兩個千萬不能忘記 這個是要改觀我們台灣的命運的根據 其實還有一項最基本的 因為就要把它爆發再來 就是說領土主管的意傳 一定要有國際法的根據 如果沒有國際法的根據 那種領土主管的意傳 沒有國際效率 沒收國際信念 好 現在我們有這三項的這個原則 利用這三項 我們可以 解答台灣國際地位這個問題 我們一項一項拿來應用看看 頭一項 領土主管的意傳 應該有國際教育 所以我們現在要利用這個原則 來問說我們台灣的主管 北京的外座 國際條約 已轉過 大家再想看看 會記下嗎 馬關條約 這有人說了 OK 以後 大家盡量改作 下官條約 下官條約 不是說因為 那是日本會 所以我們要說日本會的關係 因為那個條約 是在下官頂的 還有這條約的名稱 都是定條約的所在來代替 所以我們就要遵守這個原則 下官條約 前一天就是下官條約 講到這個 如果英文的 大家英文記說日記 日記 年代 一百幾五年 四月十七頂的 五月垂背 信號 現在知道下官條約 那條約裡面 是怎麼跟台灣有關的 在哪裡 在幾條 第二條 幾頂的 是說中國 這就是 大清皇帝 將下官地方知 全部 主權 還有 解對所有的 保利 公開庫 還有所有的公共財物 還有 研究 尿浩 尿浩 日本 我有天皇 你看 這就是 最重要的 我會把各位 送到大陸的 全部的主管 研究 另外一邊 香港 可能大家 他們也就要注意 這裡已經把國民寫出來 台青 鳳 地 跟日本田 鳳 我們現在把它找那個館分 OK 這裡裡面 這第二條的V 就是說台灣全國 全國 和副修的都市 它的C 是基平坪的運動 A的保温 我沒什麼 大家會記得嗎 A是哪裡 遼東半島 沒有錯 因為遼東半島 買了 日本就還在中國 所以算跟我們無關 但是我們要了解一下 因為它是中國 那時候的台青不可分割的神聖領土 所以不可以分割 我們那時候 那又是台青的神聖領土 所以可以割給別人 這個就是 中文的原本 這裡就寫得很清楚 大清帝國 大房地陛下 和大日本帝國 大房地陛下 為定定合約 開頭 就已經寫得很清楚 兩個皇帝簽的 不是兩個政府簽的 所以簽也不能忘記 中文這裡 這裡第二款 中國 中文這裡的問題 英 九 令 佛 日本 就是第二的台灣全島 和富君的都市平和軍島 現在這個 是關的台灣 關的 遼東半島 就是那個時候的 鳳天省南邊地方 日本才跟萬青簽一個條約 海河萬青 日本向萬青 あ historians 拿到 三千萬鳥 白雲 的 って 日本是 現在 遼動半島後 高雄清條 要求三千萬牛 聽話說 日本拿去三千萬牛 他們不是跟外國去 天皇不是跟外國去 是拿去建設京都的大學 所以 日本的發展 多多少少英文就要 感謝中國共英語 這麼多白文 這麼有辦法 所以 現在說到 下官條約過讓 台灣跟澎湖 這張圖 大家英文看得到 就是那個時候 萬青掛給日本的 那些年了 說是給台灣全島 和附屬島嶼 其實只有這部份而已 所以 這邊 完全都不是萬青的 結果他也掛給人 所以 海中的高砂族 就要跟日本建一二十年 再去給日本打牌 現在看到這張 我還有一張給各位看 這張大家猜出來的 鵝籃鼻 這是鵝籃鼻燈塔 這張就是鵝籃鼻燈塔 還是要怎麼 要給各位看這張 你如果看到這張 就會想到台灣的歷史 怎麼說 鵝籃鼻在哪裡 在這裡 這張圖來看 鵝籃鼻沒有在這張圖裡面 鵝籃鼻的地點 不是在這張圖裡面 就是證明說 我們比這個地方 不是萬青的 但是萬青比別 就要在那裡 蓋一個燈塔 要不然 國際會為它配賣 因為這張圖 準 走對 巴塞海聲 進去台灣的 南平的時候 會去促交 所以萬青比別 那裡就要蓋一個燈塔 要蓋這燈塔 唯一後 如果有機會 再去看這個政策的時候 你去裡面 這個建築物裡面 有一些歷史資料 那裡面你們就看得到 裡面會發明 他說 我們這個政策 是我們台灣 所有政策裡面 唯一 有偽像的政策 普通只有一個政策 只有這個政策 要做偽像 為什麼 就要顧 要派兵 完全就要派兵去那裡顧 因為這不是他的土地 就是這 跟我們台灣的歷史有關的 以後 各位能有機會 歡迎各位 各位去參觀一下 加上 各位對台灣歷史的了解 對不對 現在日本 拿到台灣 用一二十年的時間 情報 台灣所有的高砂族 之後 開始 開始 台灣建設 疫區 疫區 疫區年開始 到疫區三七年 是日本的 所謂內地延長時期 這個時候 他就開始建設台灣了 那 建設到 1935年的時候 他已經 從台灣 建設到 有夠 根本一個 台灣普通會 國際級的台灣 普通會 給全世界的人 可以來台灣 參觀這個普通會 當然 同時 也可以看我們台灣 你想想看 日本對台灣 做法 做建設 中華民國 佔我們這裡 佔得不多久 要辦一個發博 放得離離離離離 所以 經過 這個 內地延長的 時期之後 日本 開始 形成 黃民化 和我 疫區四五年 四個座 不是愚人節 喔 是我們的 行憲 行憲 紀念日 四個座 日本天皇 開始建台灣 實施 明治 憲法 給台灣人 參 政館 和參 建館 所以 人家說 從那開始 台灣就變罪 日本的領土 五個座 第二的活躍 古金山 何欲 這當然是 第二是世界大前後 很重的 日子 大家應該會記 因為這是 重要的日子 尊重 不要忘記 原理 是怎樣 家庭 我們會 運用到 195年 九月 去出賣 定位 五年 四月 離賣才勝利 這個條約 跟台灣 有關的 因為是第二條 離 日本風紀 一切管理 管理 民意 和要求 到了 這個 以外 在第二條 F 日本也就要放去 南沙 和西沙 全島 會管理 管 所以 現在 南海 領土的問題 和 自然的問題 所以 我們以外 有插一架 對這裡 看得出來 這就是 法律 邏輯 因為這是 國際條約 國際條約 要求 日本 要放棄 意思就是 什麼 就是 以前 有這條 你有這條 你不可以放棄 你如果沒有這條 你哪可以放棄 所以 如果 根據 國際條約 南沙 軍島 西沙 軍島 不用這錢 這就是 證明 這是日本的 失俗 當時 台灣管理 台灣管理 其實 是沒有關係 但是 比 五歲的應用 那是 優於 劉卻的應用 就是 所有的 台北侯 火獄 剛才 我們看到 古金山火獄 是 一球 五年 四月 吹部的 信號 現在這個台北 火獄是 信號 之後 才簽的 那天 那天 這有一個 意義 這是 在哪裡 因為 第二條 你知道嗎 有 只有什麼 他說 簽約的 這兩方面 就是日本 跟中華民國 那個時候 的準確就 信念 說 在 1955年 九月的 水培 在 古金山 所簽的 對日本的 火獄 裡面的規定 日本已經 放棄 直到 跟平和 軍党 西沙群島 南沙群島 一切 管理管 知道 書得很清楚 所以 意思 就是說 日本已經在 古金山火獄 放棄 台灣跟平和 既然放棄的 你的問題,哪有可能在死後 又遺傳給別人 一個品過,你如果遺傳給他 然後又遺傳給他 不可能 所以 什麼人,如果應用這個教育 說台灣品有的主管 已經遺傳給中華民國了 這樣各位,馬上聽我吐槽 八爪聲鼓勵 這樣說的人,一定是說好笑的 不可能的事情 做 因為 到台北貨幼以後 到我今天 沒有其他的 國際教育 跟台灣的主管有關 所以我們可以說什麼 台灣品有 領土的主管 主張 萬青大皇帝 掛給日本皇帝 以後 我今天 並沒有經濟的古金山貨幼 也沒有經濟的台北貨幼 那是臨佛的國際教育 還有一支 以傳給別人 對 對 所以 既然如果這樣 我們 一定要知道 我們的領土主管 在誰的手 在日本天皇的手 所以 所以這就是 我們 在說的 日俗 萬鈴就在這裡 所以我們現在 證明 日俗 OK 再來 在 佔領不得遺傳主權 要怎麼來 過世我們台灣的地位 台灣的領土主管 是在日本天皇手 是在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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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領土主管 他怎麼會來 大家想看 對 就是 依照 一般命令 第一號 麥帥 公布的 EQ45年 交給你 這個日俗請大家 他不要記 想說 不是只有 一般 明義 二號的問題 我們的 公民權利法 是 根據 這天 來 做 標準 判定 奔討台灣人的身份 所以 在這天 還是這天 以前 剛才在台灣的人 跟他的 後代 這麼有 管理 請 請 奔討台灣人 所以這天 他後 再來台灣 跟他們的後代 都不是奔討台灣人 所以 這個 一般命令 第二號 是怎麼 叫 政改就 來台灣 這頭一條的 A裡面 三條的 他說 他說 在中國 跟台灣 跟 北 就是北緯 16度 以北的 中南半島 所有的 日本軍 就要向 政改就 導航 這條 寫一下 當然 一般命令 還有 B 還有C 還有D 還有E B C 就是 就是說 萬州 這個 沒有辦法 在中國 裡面 政改就 不能去接 萬州 跟 北韓 是由 蘇聯的 將軍 去接 C 是 流球 跟 日本 在太平洋 其他的 修讀 不是 西是 中南半島 南邊 跟 外南 印尼 泰國 的部分 叫一個 澳洲的 將軍 去接 第一 這是 一個 流球 跟其他 太平洋 日本 都市 叫日本 叫美國的 海軍總事領 太平洋 海軍總事領 記者 E 就是 日本 本土 跟南韓 由 太平洋 美軍 六軍 總事領 那時候是 麥衰 自己本人 特別 這個 以外 F 那條 又是 規定 說 以上 說 雞排 那些司令官 是 代表 連軍 來接受 日本的導航 所以 日本軍 要導航的人 就 一定要 要向這些司令官 不可以向別人 向這些司令官 或是 他們的代理人 導航 所以 這樣 定得很清楚 那個時候的 真正就是 根據 它好命令 它是 代表 門軍 它不是代表 中華民國 所以 我們現在看到這張圖 可以發現 很多 世界 聘局 我請給這個 跨世紀 大聘局 台灣 台灣 港府 1945年 10月25 台湾 港府 不是台灣港府 這是 軍事 佔領的 開始 就是 日本軍 導航 那天 這個 那個時候的 公圍 當 所屬行的導航 電力 如果是說好 比中華民國說好 這支機就好 哪就要再掛其他三支機 大家看得出來 這支英國機 這支是美國機 這支是索連的機 跟我們看到這四支機 大家就知道 台灣 不是比 中華民國 共和 是比 門軍 佔領 現在還有一支 台灣 不對 這沒有弄好 OK 剛剛我們看的這支 裡面這支 中國機 其實這支 那個時候 不是中華民國的國機 那個時候是在 甚麼機 看這支機上 大家可能就知道 看這支機 中華民國的國旗是旗是旗是旗,我們剛才看的是旗 所以那個時候在共和黨裡面看的,是海軍旗 中華民國的海軍旗,由這裡也可以證明 說那個時候是台灣被軍事占領的開始 不是,只有這張圖,大家又不相信 再看這張圖,警察可以證明 中華民國的國旗是旗是旗,不是我們所白的旗旗 如果還有人不相信,我們再看這張圖 剛好一國有國民黨,只有中華民國有而已 所以那個時候國民黨的動情,他是用什麼旗 他一定就要用國旗,不可能用海軍旗 所以有這張圖也可以證明 那個時候,不是中華民國,共和台灣 台灣是旗旗旗旗,軍事占領 所以他們可能會召開電腦,去問Google 如果你們可以跟中國民國國旗 Google就會跟你說 他跟你說明 怎麼說明 他說 1946年12月25 遮憲國民台會 統計中華民國 憲法 民文的規定 中華民國的國旗 定位 紅帝 道上角 清添別立 所以 可以說 1946年12月 那時候 中間就這麼像 那一支海軍旗 跟變罪 中華民國的國旗 那是一九十五年 一年之後 所以那時候他們就準備 真是要騙人 從軍事占領 他要變罪說 真是 台湾 海鴨 再次 官司 這次 詳細 但是 也沒有 丟臉 可以來 我們 我們現在 看一下 他在說中國戰區 台灣省 意思就是說他將台灣變成他們中國一部分 不只要給台灣省 這是跨世紀的騙局第二個台灣省 其實不對 我們來看這張堂 這張是日本軍在南京 鄉 不是鄉海舟 那時候是何印清 何印清投降 這張呢 這張就是我們剛才看的 在台北的中山頂 日本 這個鄉彈宜投降 台灣如果是中國的一部分 這樣一個導航的電力就好 那就要供應兩個導航的電力 有兩百個電力就能夠證明說 這不是台灣省 台灣是那個時候 就是唯一在太平洋戰區 不是在中國的戰區 所以那個時候很明顯 連軍就說台灣不是中國的 所以不用這樣跟我們騙 既然 那時候 這個軍事 集團 不是說台灣 是代表民軍 接受日本導航 之後 軍事占領我們台灣 我們也供給 既金身合約 合約 第六條A的規定 他說 合約生效後 民國的 所有的占領軍 應該在九十天來 要抵禮 為何中介州的集團 還怕你 還沒有抵禮台灣 問題在哪裡 誰允許蔣介石集團 可以留在台灣 而且憑什麼 誰人 美國 美國 還是怎樣 講不講什麼 法理上 沒有 那一般命令 已經過了 一般命令 就不準算了 對吧 所以 美國是軍具 舊金山合約第23條 在於 我們莊院長 沒有經常在向大家 強調 叫大家說要記 這個23條 23條規定什麼 美國是主要 佔領全國 是我們台灣的 主要佔領全國 和日本的主要佔領全國 所以 所以 國三樓 和 胡錦山合約的 第4條的美 國三樓 規定 日本 成立 美國軍事政府 對台灣朋友 有處理管 所以法理上 是美國 是美國軍具 這兩個 條款 實際上 我們也可以說 什麼原因 一九四九年 十個歲 中華民國 變成了 黃政府 所以他沒有帶走 所以美國 叫他 繼續留在台灣 剛才 一九五五年 六月二五 反前不發 所以 就這樣 會向美國人 操檔 說 我是絕對反共 所以 美國人 叫他 繼續留在台灣 退的 美國人 顧台灣 不可以讓阿共 帶來台灣 所以 有一些 這是我們歷史的 廟運 一些事情 害到我們今天 就這麼辛苦 所以 在這裡 我第一項 做證明 給大家看 美國 美國 還是哪裡 美國 美國的國旗 大家看看 這上面 只有一支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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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三支都美國旗 所以 那時候 在一九四五年 十幾年 來台灣 接受日本軍的導航 的時候 但 他 就 插美國旗 他就知道 他就要感謝美國 因為美國是主要贊成 占領全國 打台灣 也是 美國 打的 所以 這張 更漂亮 採取的 大家可能採取出來 這一定是一後才會的 對不對 什麼時候 中華民國說 五十七年 五十年後 這變採取的 所以 這變中山 床 不是公費床 但是 各位看看 五十年後 後 這美國旗 還站在這裡 還站在這裡 所以 我們每個人自己 不能看 人家 國民都不知道 他會採美國旗 他感謝美國人 讓他們 繼續 住在台灣 這張 這張 剛才那張 上 這兩張 這是 五十年 五十年 紀念 是一九九五年 現在兩千 十一年的時候 中華民國在 慶祝一百年 為何要採美國旗 所以每一項 人 都證明 美國是 沒有後 的主持者 人家 國民都沒有 忘記 還是我們台灣人 看不 我們台灣人 不知道 你看看 哪一項 還有人 莫 公佛的神主牌 還有 沒有 懷疑 有夠可憐嗎 現在 我們看到這項 上 有可能 會覺得好笑 其實實在是 比愛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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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騙這麼久 自己還不知道 比書頂 在說 兩千空 年 他開始 過 美國 兩千空 八年 成立 台灣民進府 到我今天 立 還沒要相信 我們 還要走 江湖的神主牌 這項 人 實在 沒有 給大家 我們 做 做 所以 台灣 是 比美國 所穩存的 中海洲集團 軍事 占領 不是 比共福 美國是 中海洲集團 是比 修官的代理 所以 他是代理而已 開始 是根據 一般命令第一號 後來 古金山 佛玉 簽了後 根據古金山佛玉 的規定 所以這就是 必須你發現 美戰 萬人就是這樣 我們的地位 美戰 的軍局 在這裡 這項報索 也會證明 這項 在我們 那個 那個 辦公室的座廊 因為 有打出來 這項是 去年 六個摧到的 那 六個摧到的 六個摧到的 習近平去找歐巴馬 那個時候 西亞利用這個時候 將這個 臂味文件 漏出來 那個臂味文件 他唱在後面 這裡 這裡 最後的結論 就是說 台灣 那還在 軍事 殲領 中 那句 才是重要 當然 至於西部 他也要照顧他的面子 所以 只要說 美庭 其實 我們這項的地位 是已經 很清楚 是 將來美庭 現在已經很清楚 日暑美戰 OK 因為 占領不可以 以轉主管 所以 不管台灣 是讓什麼人占領 讓美國 還是讓 中國的集團 透過的主管 不可能 將 天皇的手 移轉出去 所以最好的結論 日暑美戰 是我們今天 的地位 所以 我們現在說了 暫停部隊移轉主權 就可以 差不多 決定台灣 的 國際地位 最好 我們再來看 立方政府不得 集團 合法 問題在哪裡 比美国溫順 看到今天 還留在 台灣的 集團 他的性質 是什麼 這個性質是什麼 可以 一直 賴在台灣 我們 來了解一下 1945年 10月25 這個 金貝祭的集團 是根據一般命令 第一號 代表 民軍 來接受 台灣 日本軍的導航 所以 這是什麼 軍事 占領 不是說 台灣 再來 195年 4月2月 9月金山 火力 勝利後 之後 變成什麼 金貝祭的集團 沒有離開台灣 可以繼續 住在台灣 是受到 美國的溫順 這個溫順 是根據 古金山火力 第23條 到第4條 剛才我們說的 對不對 這個就是一字 但是 古金山火力 還會簽 以前 發生一個事情 1945年 十個歲 所以 什麼事 摩特東 在北京 成立 中華人民共和國 所以 金貝祭的 國民政府 全部 遷都台北 再去 莊憲長也會 跟大家 強調 說這個 所以金貝祭所代表的 中華民國 根據國政法 已經變成 流亡政務 就是 我們三個時候 在報索 在電視 聽到的 Chinese Taipei Chinese Taipei 所以以後 大家如果看 這個 不要再過世 什麼 中華台北 什麼 中國台北 那都不對 所以中華民國 流亡政府 在台北 中華民國 會記得嗎 大家再說一次 中華民國 流亡政府 在台北 對 大家 會記得 這兩支 記得嗎 兩千十二年 兩千十二年 七月 在倫敦 在居辦 歐林匹區 的時候 頭一天 這支 給他掛出來 第二天 沒有牠 第三天 掛這支 Chinese Taipei 所以 所以 以後 如果 有 年輕人 又 沒有牠 在那邊 要表演 我們可以把牠 說 不要作秀 這個 夢白 也聽到證明 中華民國 已經失望了 在公園 一九一二年 到一九四五年 在建都 南京 這個夢白 放在南京 中山林 中國共產黨 退做的 這邊也是有 我們台商 去牠牠 所以 中華洲的集團 是什麼 我們還 中華一次 一九四五年 十個二五 它是根據 一般兵力第一號 佔領台灣的 軍政府 一九五年 舊金山合約生效 它變成什麼 代理美國 佔領台灣的軍事政府 一樣是軍事政府 現在中間 共產黨 成立 中華人民共和國 這個時候 當然 一九四五年 原來 也是 還繼續軍事 占領 但是 經過 中華人民共和國 成立的時候 那時候 變成一個 劉王政府 所以 我們可以說 對 一九四 九年 十月 一開始 台灣 同時 有兩個 集團 一個是軍事政府 一個是劉王政府 軍事政府 和劉王政府 所以我們現在了解 到那一陣 在台灣 還有這兩個組織 存在 因為這兩個 他的概算 沒有清楚 大家分無清 所以會亂去 軍事政府 一段 流亡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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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從那個 各位看得清楚 古修 很多人 不會 或者是 不願意 辨別 這兩個 性質 完全不同的 蔣介石集團 他們不會 還是 還是不願意來分別 甚至將他們混在一起 兩個混在一起 因此 反了不可願用的錯誤 以為台灣就是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就是台灣 萬一在這裡 我現在這樣跟各位說明後 大家有清楚嗎? 現在不是只有一個中華洲的集團 是兩個東西存在 所以 因為 台灣不是 中國的領土 所以 中國的國際地位 才有辦法人會合正常 對不對 事實 也證明 中華民國 開始在這裏 在這裏 要離開台灣 現在已經兩點半 休息五分鐘 我再證明給大家看 說中華民國在這裏 好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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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心 各位同心